高虎诚这位名下的慈善基金 举行网上直播演唱会 为在疫情期间失业的dancer 和电影工作者筹款 筹款会持续一个月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开始 正正来说 其实是受了Sam的影响 刚刚Sam结束后 刚刚我过了两天的过程 我是刚刚做一个配音的工作 就遇到帮忙制作的一班团队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 不知道我能否帮我们一班舞者 甚至是电影博客工作者 出了分力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工作 有些有家庭的 在租屋住 但如果没有工作的时候 就手定口定 那怎么生亡呢 所以我就希望说 可不可以去透过 阿蛋 他的健康蛋里面 去帮忙 一起去制作今次的演唱会 终于都完成了 我觉得在这一刻里面 能够可以出了分力 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 至于将来我自己副成的慈善基金 其实一直都有做很多不同类型的慈善行 希望在我基金里面可以筹到一些善款 而帮助社会里面需要的人 今天我觉得这个基金能够发挥作用 诚诚说 小时就已经跟妈妈做义工 基金会都是因为妈妈才成立 虽然妈妈已经离开了 但自己都会秉承她的态度 诚诚在演唱会里面都有 现场不露的成果给妈妈 其实一生是最爱的 当然是妈妈 因为妈妈对我自己是一个 这个无爱是很伟大的 尤其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父亲 我觉得是很顺理成章 人的心态各样东西都会转变 更加会怀念妈妈当时那么辛苦 没有收大我们那么多的兄弟姐妹 妈妈这一刻她都功成身退 而是八年龟老了 亦都离开了我们 其实一直都是不捨得的 不过人生就是这样 疫情开始缓和 诚诚计划什么时间复工呢 其实我们在这几个月里面 这个疫情里面 其实我们都是继续会和 我们的电影工作的团队 都是戴着口罩 有个距离 在这里开会 继续去准备 因为我们要做好自己 装备自己 等疫情开始慢慢舒缓的时候 能够可以放宽回了 那我们真的可以去拍戏的时间里面 我们就可以立即行动 那就不是在这里等 而是应该自己要做好 先去做好积极 比如筹备我们的剧本 做好所有的准备 班底各样东西 当我们的疫情真的可以 是放宽的时间里面 我们就可以立即开工 那我们就是用时间竞彩 那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 等疫情过去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 是我们要做人要积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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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